香港時間,你們看了時大概九點鐘左右 這一集講的都是講回核數的問題 因為美國證監的代表來了香港 據傳媒報導,第一個戰場是俄冰涵永道 即是在太子大廈23號俄冰涵永道的公司 美國和中國的官員看著的情況下 開始看工作底稿的外容 據聞中國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即是要屠剋員工的名字 我猜那些員工的名字應該是涉及一些貪官的 否則不會要屠剋的 或者官二代那些 香港01講到那些很輕描大學 香港01的報導 我看到一陣是中方放了的武俠小說 比上面的人看 我們已經很盡力保護那些資料 不會流入入美國 但是現在有兩件事 為什麼第一件俄冰涵永道開始檢查呢 因為之前德勤中國自己認了衰仔 那德勤認了衰仔的時候 應該某程度上 有些資料是有資料的 即是PCAOB是有資料的 而手上有些資料 所以他就不是第一個核德勤中國的數目 他先核就核了俄冰涵那些數目 從那裡開始 而且有兩件事 其實是 我看最後 如果你說二百多間中國公司被解決 我覺得都不會奇怪 或者留下的很少 第一就是看回香港的核數過程 香港核數過程裏面 他要求看中國的工作底稿 看得很仔細 美國有些事情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 你可不可以補充一些給我 現在第一兩天 就未必會起衝突 但是現在越核越 刮越入的時候 涉及到某些中國的鬼祟東西 我猜那時候 就可能直接起衝突 所以你說太子大廈二十三樓 這幾樓又發生什麼事 就很可能就決定了二百多間中國公司 在美國上市公司的命運 有部分都已經開始決定 但是如果你投資者來說 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羅冰、鹹、永道核那堆公司 就是美國香港同時上市那些 究竟你敢不敢來 我就很難說 現在 如果他找的第一間 應該是美國那邊有做功課的 應該知道是有些了道的 他隨時有些事情 他是覺得有懷疑 如果突然爆出 就說有些譬如中國不給看的 那些就不用玩 看中國忍得多久 其實是 如果在中國突然間 說阻止或者指示那裡有問題的話 那 直接不用玩 我猜 所以你說這幾天就知道 香港 那個金融中心的前途去到什麼地步 因為你現在很明顯就是怎樣 那些 那些 零加三 那些 他完了 他就開工 星期一來 昨天開工 差不多是零加三 所以我說零加三這件事 是跟這個核數事件有關的 那些熱狗就死都不認 現在熱狗是收命令的 熱狗 我也是那一句 我最珍 所以那些人是想來貼密密 那些全部 我怎麼全部都報告了 這班人 這班人都造假的 這班人 全都是人差 一天到黑 開一百幾個戶口 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Google現在做什麼 但是這個 第一部分 太子大廈之役 我猜是 應該是這個假期 這班人沒有假房 我猜23個燈火聰明 太子大廈 如果是得不到任何更正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上市公司 真的變成夾扁三文治 隨時就怎樣 這是觸發更多公司被解決的原因 中國人 經常以為自己很謹慎 中國人 中國人 就這樣做 一條糞便 換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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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美國的核措施 譬如 原本是俄冰銜 永度香港核 或者俄冰銜 永度中國核 改為由俄冰銜 美國核 這樣做 或者是由 本來香港 譬如由 KPMG香港 或者KPMG中國 改為 可能是 得近美國那邊核 他的想法就是 因為 美國核 加上 工作底稿 應該是美國的 那就不用去到中國查 工作底稿 美國的人 又滿意 我就可以保住 美國的上市權 但是第一 中國接不接受這樣玩呢 是一個問題的 這對公司 可能 未被美國召費 就已經被中國 召傲了 被中國召費 召傲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中國班人 不會接受這件事 中國班人 經常覺得 工作底稿 是國家機密 什麼都國家機密 如果現在 你想把國家機密 帶來中國境外 那行不行呢 我很懷疑行不行 我就不認為行不行 這是第一個顯著的問題 我想 國方要關注的 這是第一 好了 第二個問題 又出現了 第二個問題 接下來 就是 美國接不接受 美國 怎麼會不接受呢 這個問題是 你做核數 一般是用當地的核數師 是因為你當地核數師 我可以接受到你當地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工作底高問題 我可以看你 所有當地的文件 我容易問 現在你是美國 派一幫人過去 工作機構在美國 不過問題就是 遙遠核數 遙控核數 行不行 而且你這樣換核數師 你還未問過監管當局 監管當局 先不合頭 你自己無法換核數師 你換另一個 Jewisdiction核數師 未經當地監管當局批准 又沒有中國監管當局批准 又沒有美國監管當局批准 喂 但你說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會發出陰陽稅務報 即是 給美國 這邊 工作底高 合了你要求 我合了你何事 但我怎麼知道你中國 又沒有收到另一本帳簿 我怎麼知道 大哥 山高皇帝 在那裡喊 這就是問題 中國人經常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換核數師 你一定要問監管當局 的批准 監管當局 也會給他指示 給他核數師 喂 究竟你應該要求什麼 如果不是之前 美國證監都不會指示給美國的會計師 你接中國的命令 之前你搞清楚 你不要亂來 你不要亂來 你不要亂來接中國公司的命令 你接了有東西的話 你要上升 你要揹飛 美國證監下了 要汪影仔 知道你中國的古惑 陰陽素補 你中國這些賬保問題 最喜歡出術 最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 你說 中國那二百多間公司 在美國上市地位 是否保得住 我覺得很多保不住 可能有少數 保得住 有少數 有少數可能做得很好 可能是PCAOB 都在香港抽情不到東西 中國當局也沒有特別搞事 可能有幾間可能是可以的 我不排除這件事 二百多間那裡 都不是 二百 我猜二百多間那裡 都中了一、兩間 不是差 那問題就是 其餘那些 我就想不到 其餘那些 我就覺得很難說 其餘那些 我不認為他們是會保持得住 因為問題是 我在香港 我不知道有沒有衝突 這幾個月 我猜他們至少做三、四個月 隨時有任何衝突位就玩完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銀陣換核數師 銀陣換核數師 又沒有問擔管當局批准 你喜歡換就換 要不就是中國照理費 要不就是美國照理費 要不就是中國國力救 要不就是美國搞你 因為你未經 美國監管部門批准 用美國的數師 結果就是一鑊抱 所以你說炒美股 中概股那些 整件事都是蠢的 就是這個原因 整件事蠢 整件事就是中國 中國一直都不老闆 在這個問題上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當年奧巴馬 其實明明是NRON 奧巴馬上唐的時候 他批准美國公司上市的時候 過了NRON 但我猜當時就是華爾街和華府 都覺得 如果你在美國上市 他們就會學到 美國的監管這些好東西 就不會出事 會有改善 但事遠而為 你之前就是一間NRON 一間RON 現在我不知道有多少間NRON 有多少間RON 完全違背當年國會議員 押法的原意 那沒事的 現在真的拿正來做 現在拿正來做 我看過二百多間公司 怎麼表現 中國人的自作聰明 是很容易出問題 而且美國核數師 沒有問題 美國核數師 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中國人核的 多少 富二代 或者官二代 去了美國讀書 留在美國那個卡 那幫人去核數 因為你說他懂中文 不會去鬼屋核的 肯定這幫官二代 富二代核的 這幫官二代 富二代核 比香港人核 我告訴你 如果說香港人核 當然香港人的暗春 有些是港姦 但香港有些前線的 讀書 他們都是很正直的 他們會說 盤數有問題 不行的 他們會說話的 他們想去中國看盤數 這樣不行的 他們都會有一個 independent的聲音 其實基層的會計界 是偏黃的 所以會計界 工人組別 更是民主派 所以為什麼後來 要剝奪會計師公會 發出會計牌照 其實是這樣 為什麼要收歸 財務匯報局 因為會計師公會 開始隨時變民主派組織 那就出謀招 北歐也是這樣 中共北歐也是這樣 然後香港會計師那些 在西方世界那些 就開始沒有了 全部都是賊 你記住 香港沒有東西 香港賊多 你說那些會計界 那些大行的partner 上了岸 那些很多跟中國勾結 發了大 那些是很藍的 但問題是會計前線 那些很多很黃的 那你黃的那些 香港的那些 那些還會 那些是不行的 那些是不行的 他還會說 會說真話 哇 中國這幫紅二代 在美國那些 哇那些生意厲害 那些還不屑 那些 那些 所以為什麼證監 立刻說 還未經批准 你換核數 會出事 為什麼 我還不知道 你這些縮骨 好像I-BAN 現在搞IPO那些 很多 都是幫 都是那些 紅二代 官二代 坐在那裡 全部都是怎樣 自己一圍 喂喂 華爾街那些實際上 就是這些 紅二代 官二代 這些紅二代 官二代 搞IPO 肯定搞到整件事 變成龜棚 雞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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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大有大搭 細有細搭 細有細 周遜些 人渣搭 大有大 華爾街那些 那些 紅二代 和那些大鱷一起搭 都是仆街的 我認真 都是仆街的 那些 那些 他玩的 美國人看不到這些招數 美國人 美國人就會看到這些招數 所以說 未經批准就怎樣 找些美國公司核 隨時 美國公司核那批 有些 美國會計師學核那批 那批 那些人是怎樣 專門整對中國 有關的 全部都是官二代 紅二代 自己唯一唯一唯 繼續核 你核什麼 你核你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說這件事 你說最後 換核數師那些 死得這麼快 未經批准那些 隨時第一個死 就死那些公司 那些自作聰明 我看你 美國那邊的各行 一定是有援額的 有援額開 有些中國 副官二代 坐在那裡 要保證盤數 是頑囂的 這些名目 真誠膽欺詐 是否 不動你就其 一定會動你的 所以你說 是不是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 我告訴你也是 所以現在 美國證監 和中國這個核數大戰 我想十月 會有初步的 如果十月 出來的消息 例如說 Bloomberg 那些出來的消息 不太好 已經 是一些很差的消息 其實大家 都可以有心情準備 那二百多間公司 全部剩下 甚至 很可能 查查一下 美國證監發現 喂 那條數不足 那些公司 怎麼剩下 十分鐘有可能 執法行動 那時候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隨便找一些大公司 爆發這些 我告訴你 你已經可以浸很多份 已經 吃驚風散吃不完 還已經幾段 美中關係這麼差 你還不吃驚風散? 所以你說 這樣的協議 其實是緩兵之計的 本來就是 但是我這樣之後就沒有 美國 他這樣 你如果二百多間公司 可能有十多間 可能會爆發很厲害 但是那十多間 可能 就看看有沒有一些 超級大公司 就好像阿里巴巴那樣的 規模公司 如果有阿里巴巴那樣的 規模公司 那就捲起金融風暴 因為 原來這樣也可以 然後就 真相走避 所以你說 十月通常是一個 很普通的股災 的月份 我看看 你會怎樣 你問為什麼會 成為十月股災 因為這跟西方做事 一年的規律有關 暑假不做事 香港暑假照做事 因為香港有冷氣 香港沒有什麼暑假 西方一般 夏天 因為最好天氣的時間 暑假會做事 暑假不會做事 暑假就放假 有時候暑假太晚 因為沒有冷氣 也做不到 所以暑假通常是做維持 即是做維持 的那些人 通常是暑假做事 聖誠 聖誕不會做事 聖誕 聖誕是假日 即是 聖誕後 已經是假日 每一場西方 最重要做事的時間 通常就是 二至四月 春季 春季 其餘 Once 第一 十日 都是新年 不強的 十日 天後 多數 就是 已經發展 promoted concept 三 你 從九月 在олов 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所有 寬大的 政策 政府 文件 這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或者更大的投資決定 全部在10月左右做 九月部署,十月執行 如果有什麼股災,通常都是十月 十月股災又不是完全是因為邪門的問題 October特別是邪門 而是因為October本身是鬼佬做事 如果一年裡面,譬如我發現一些東西很不妥 我執行很多東西,有很多消息都是在十月發生的 所以你說十月什麼加息,或者做重大決定 全部都是在十月發生的 你去到十二月,就已經是賭博了 已經是怎樣的 像之前賭博了,不會做重大決定 所以如果任何事情要做重大行動,要賭 全部都是在十月賭,十月、十一月賭博了 你還要十月、十一月有很多政策的東西 你看看,英國國會十月上班 十月復會 即是後來就叫做conference break conference break 又是十一月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在十月發生的原因 什麼重大決定就是在十月發生 所以你說,為什麼會十月股災 沒事的 所以為什麼是九月開始 九月底我過來看會計底高 都是這樣 我十月做事,我十二月要交報告 我十月、十一月看完那些公司的working paper 行不行 或者如果有什麼阻礙,就馬上斷屌,好嗎 然後十二月交報告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做事 你知道我在西方住了五年 我大概摸到那個工作 pattern 所以有重大事情不會暑假發生 因為暑假大家都不會做一些重大決定 但是去到十月,什麼重大決定 九月醞釀,十月博取 這個就是西方國家做事的節奏 那是十一月去腐朱失行 去到十二月,十二月頭的時候 就開始大家準備過Christmas 過Christmas 因為Christmas就差不多過年了 然後去到一月中才開始做事 一月中做事,做到Easter 所以實際上是兩回事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你十月小心做決定 十月,十月什麼風暴都會發生 你知道這個pattern的時候 你就知道 如果下個月,什麼加速都會發生出來 加速到你頂不住 你不要怪我,怪我沒有提你 今個月,九月都加速到爆 你不要說十月 九月都加速到爆 好了,第一節就講到這裡 第二節就是大約 香港時間 晚上11點多 因為我大致上跟Google有些問題 解決了 所以現在做事會快一點 就是現在做的 就沒有之前那麼慢 都是那一句 我也是那一句 那些中國人掩用職權的事情 我一定跟你算 我先講到這裡 我先講到這裡